哈囉 TVVS的娛樂頭條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村長姚元浩 嗨 我覺得大家可能 觀念不太一樣 溝通上面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兩個就會一直說 好了好了 好了啦 夠了夠了夠了 不要不要了 我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是要去幫助別人 而不是錄節目 我們到偏鄉去的時候 就是 連那個睡的地方都打開的時候 我先看到一隻青蛙在從裡面跳出來 跳出來的時候 看那個天上的蜘蛛 然後何浩辰 還有蟑螂 跳起來是大家在那邊 啊又有蟑螂 然後郭哥的房間好像是五公 我們去隔壁雜貨店 晚上大家在吃東西買來 說奇怪這餅乾怎麼快打開 過輕易 過輕易 我們就會深入到每一個村跟每一個里 去 就是體驗 那個每一個村長跟里長的那種 呃 辛苦的過程 有時候是我們生活那種可能 嘖 一眨眼就是不會在意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你花一點時間停下來看 才知道這個事情怎麼這麼嚴重 每一次的任務其實 累是 基本要素的 但是已經也不是會講他累了 就是 累很累 形容就只能很累 但是每一次做的任務都還蠻 印象深刻的 一開始去的時候 都是大家覺得我們來亂的 後來我們要走的時候 真的都是很不捨 然後等到 我相信我們 未來如果有機會 又到了每一個林里區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 就是 對我們很熱情 有時候是我們到偏鄉去的時候 就是 連那個睡的地方都 你知道那個開門打開裡面有蛇 有青蛙的時候 你是不知道該怎麼睡 然後打開那個床 就是潮濕發霉 然後也沒辦法啊 大家都一樣 也沒地方睡了 打開的時候 我先看到一隻青蛙 在從裡面跳出來 跳出來的時候 看那個天上的蜘蛛 我還要把那個青蛙抓出去 我還要把青蛙用杯子 把它裝起來 然後抓出去 然後放 然後另外一個 然後何浩辰 還有蟑螂 就前進大山那邊 啊 哎唷 蟑螂 然後那些 弄弄弄東西了 然後波哥的房間好像是五公 是五公 然後我們有另外一個人 工作人員的房間是蛇 因為我們去山上真的 連一杯 連杯商店都沒有 我們去隔壁雜貨店 晚上大家在吃東西買來 說奇怪這個餅乾怎麼快打開 過期一年 過期一年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啦 在山上唯一 就是啤酒 我的明星創造很特別就是 沒辦法像我們錄製一般的節目一樣 就是說 好夠了 這邊就好了 我們回來剪接 其實這樣就夠了 我們事情沒辦法做一半 只能做完 垃圾不可能清一半很卡 你們 事情跟我做一半就跑去 下大雨了你們就不做 不好拍不做不可能啊 我覺得大家可能 觀念不太一樣 我跟亮哥啦 因為亮哥是我們的大前輩 所以亮哥一開始的想法 可能就是會比較像那一個方向 那 我的想法 我覺得我們是要去幫助別人 而不是錄節目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 溝通上面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亮哥就會一直說 當我們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說 好了 好了啦 夠了 夠了 不要了 你現在 你會製造後製剪接人的麻煩 後來經過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之後 然後 亮哥可能慢慢也有感受到 這樣子 但是真的很累 然後 他 他不是不想做 是他真的 腰 腰真的是受不了 你看爸爸媽媽 年紀大的人都一樣啊 腰的硬化 然後他平常又沒什麼在運動 我們每天都要勸他運動 我每天 有時候早上還要幫他按摩 幫他推他的那個 沾黏的那些筋膜跟肌肉 我連第二季想都沒想到 我現在只是想到 然後我們明天又要去 又要去出外景了 我不知道 接下來那個任務 會不會很挑戰 我也很希望 亮哥可以 就是 繼續的出他的idea 讓我們做下去 對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欸 其實我不知道 我不會去想說 到底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我重點只是希望 台灣小小的 有這麼多的春更里 然後還有這麼多的人 需要幫忙跟協助 希望可以藉由我們的拍攝 跟我們這群藝人們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你 其實這些事情 都發生在你周遭 最主要是 今天 結束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 紮實的 能夠告訴自己 我今天做了很多 我覺得自己很 溫暖的事情就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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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